从捡球开始就在这里 这是广东人关于足球的记忆最浓厚的地方 好了所以王帝立成哨响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 穿着浅色比赛服的就是主场作战的广州球队 而穿着橘色比赛服的是深圳队 这是珠三角著名的两座城市 两座最重要的城市都在广东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广东德比 网卡索 一上来看到两队的气势都是来势汹汹 各不相让 来自加拿的网卡索 上个赛季还在苏宁代表那支球队拿到了冠军 后场出球 还是要交给网卡索 迷号轮的这个位置还是他的左边后卫啊 而在这个位置上也可以打甚至是裹脚的这个 呃 江志鹏 那这场比赛是没有首发作为上关 刚才温州导演给大家介绍了 中后卫袁敏诚也没有上 像郑达伦也没有上 好 来看看金特罗 李提香的防守 金特罗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线路 如果金特罗旁边有几个人 由一到两个人能够对他实施支援或者穿插的话 他的传球线路会更加诡异 这下呢是倒地的情况下呀 呃 叶鼠龟这么一扫 正好撞到当底下 啊 所以这个呃 只能说无意当中呃 受到了伤害啊 对 这扫到了张远啊 那如果张远不是呃 奋不顾身这么一下的那个叶鼠龟 这一下就有可能形成威胁了 对 对 因为他已经起诉了 而且后场基本上没有形成阵型 张远是踢到了左中卫这么一个位置 跟他在后方线上搭档的是普拉里干吉 来自伊朗的外员 李远一 瓦卡索 金特罗 今天戴伟郑首发了 对这个年轻球员 呃 欧尔道会有什么期待 呃 其实呃 这个球员一直在深圳队里边呃 呃 一直都踢着比赛 嗯 只不过今年是由于大面积的那个呃 呃 球员到来以后啊 呃 在开始几场比赛里边 他没有了他的位置 嗯 但是他在之前的比赛里边表现 一直是比较稳定 对 是队里边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 呃 戴伟郑现在就是戴伟郑拿球啊 这第一步汤的大了一点点 吉利尔梅 哦 这两线之间接球 金特罗啊 李提强 金特罗 他这么多人 啊 你看这时候其实刚才就像刚才说的 这时候他需要有人的穿插给他带来 类似的这些穿球 对 那么他的那个威胁就就就就大了 但如果都是等在原地拿球的话 没戏 嗯 今天啊 告林 呃 戴伟郑 呃 张远 这前两场比赛 前三场比赛都没有首发的球员啊 今天都首发了 这是对阵容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哎 这一下犯规了 王帝吹了戴林的犯规 告林的犯规 告林已经是三十五岁的老将了 又是瓦卡索的一个解肥球 其实我知道在您踢球那个年代 那时候是太阳神跟宏远 对 是吧 那个打得比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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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面是一个什么样 是不是也是就是血脉膨胀那种 那肯定的 其实那时候才刚刚有所谓的得比 所以那时候的较劲程度 其实我们从小都在踢这种类似的得比比赛 哎 呃 包括我们在小时候的呃 广东队和华南队和白云队啊 啊 都有类似的一些呃 所谓的得比比赛 而且那时候的邀请赛特别多 嗯 嗯 隔三差五就就就就来这么一两场 嗯嗯啊 所以场面非常非常火爆 在出现一些超常规的动作吧 没错 激情澎湃啊 漂亮 看看这个分边 右边能不能传起来 中间卡尔德克没有抢到点 金特罗还能控制 但是把卡索一看呢 这个事三个人已经包夹上来了 金特罗也没法拿 呃 从开场到现在哈呃 广州城队还保持着一如既往的那种呃 沉稳啊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先慢慢悠悠 呃 龟缩在也不能讲龟缩吧 就是将防线啊压缩到半场呃 呃 等着对方来打 那么一旦有球以后呃 加快这个转换速度 嗯 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对方的突击 哦 这一下 非常好 对 这个是韩家琪啊 非常年轻的门将 只有21岁 其实韩家琪呢 是代表北京打过全球会的预选赛的 对的 也在葡萄牙留过洋 这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门将 这一下 偷袖帮球进了 告练 带着队长秀标出场的35岁老将 告林 打开了自己新赛季的进球账户 深圳队1比0取得了领先 这个球应该赞一下传球的那个队员 我没有看清楚刚才传的传球是哪一位啊 但是这个球传的非常毒辣 对 是吧 后卫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到那个告林 当然了 告林是走在对方后卫的一个盲虚里边 你看 他是从盲侧跑 对 唐淼的盲侧 应该是金特罗传的球吗 对 这个 这个是传点不传人 他把这个空间想象非常完美 你只要啃走 这个球他就能到 对 告林这个愉悦俯冲的投球把球顶进了球门的圆角 那看来今天小克罗伊夫还是起到了一个一些作用 这个换人 这个就是能力了 这样呢 深圳队也结束了自己连续两场 也就是180分钟的一个进球框啊 终于是取得了进球 现在难题出给广州城了 其实啊 丢球之前 就是开场以后这段时间啊 广州城在后场对于深圳的队员拿球给压迫不够 限制不够啊 是吧 对 怎么讲呢 上来以后 刚才我也提到 就是说像广州城队想一如既往那样想 通过这种后场的那种深度防守 来抓一个快速的攻防转换 但是 他们的那个中场 中后场的那种卡接 就如您所说的 限制对方的程度不够 对 所以一个夺不下球来 第二个没有对对方的进攻进行 我们更有效的瓦解 对 就给到的力度是欠了一点 所以现在万加斯特必须得想办法 这球队得紧起来了 但是这个足球场上啊 一球落后 这个必须得想些变化啊 才能够把这个劣势挽回来 今天广州尽管不是特别热 但是会比较闷 气压低一点 那么球员可能也不会说是特别精神的那种 对 哪怕他下场雨 可能球员也会特别兴奋 中间传球又不太顺畅啊 就连续几脚传球好像都没有传到点上 今天广州城确实感觉踢起来不是那么兴奋 看看吧 那个这种球得踢着踢着 看看状态能不能再回来点 现在广州城如果要踢的话 可能还不能太着急 对 吉利尔梅啊 基本上没怎么拿球呢 还没发挥 现在吉利尔梅自己回来接 但是他回到这么深啊 这球再往上走 前面谁来发展 因为广州城 它的特点是打突击 就是打攻防转换 快速的攻防转换 那么如果打这种阵地战的话 其实目前来讲 办法并不多 对 您看他前几场所有的进球 都是在一个快速攻防当中 要取得的 其实这支球队快啊 他身上沿袭了很多这个广东足球 南越足球的一些流派风格 但是目前队里的那个核心的球员 是李提香啊 对对对 这是一个国安背景的球员 对 这个球员其实在那个目前的广州城里面 起到了一个巨大的作用 因为他的视野快开阔啊 对环球的那个准确度也高 防守的那个硬度也够 所以比较全面的一个队员 对这个赛季李提香穿上10号啊 算是实质名贵 这唐苗也是国安庆幸出击这个球员 对 哎 你看深圳队给到的这个上身体啊 这种压迫空间啊 好像就比广州长安做的 对对对 强度大 对 那吉列准备几次啊 拿球都没有办法很好地控制 刚才戴伟俊又把球给抢下来了 哎 看看金特罗 金特罗过掉了一个 然后看看这边 这一下其实已经顺进去了啊 还是吹了卡尔德克的乐位 嗯 今天其实要站一站那个乐球山体育场的草皮啊 对对 那其实呃 由于可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吧 你看他走球球速是非常快 对 整个比赛 漂亮 刚说完这种球速你看走球特别快 哇 李源一 李源一的比赛第14分钟打进了漂亮的远射 贴地斩 所以这这这表扬还没表扬完呢 又来一个 对 其实刚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刚才第一个进球 高林顶的那个反弹球啊 嗯 其实如果在一般的场地里边 可能那球守门员还真能救 有时间啊 但是刚才他顶的这个球 球蹭的太快了 嗯 所以守门员根本手还到不了 包括刚才这个球也是同样 你看他的球速比一般的球 哦 走得特别快 对 这个 松一下就过去了 说明草坪的质量 对 对对 平整度啊 这个密度啊 都非常的合适 呃 呃如果要在那个呃广州的旗呃花都体育场 可能就呃这两个两个进球可能都都进不了 都能避免啊 啊 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草皮啊草皮 我们讲草皮 反而那个主队啊 不适应自己队的球对草皮 对草皮的这个质量的一点点的差异 可能对于比赛的结果也是有影响 这个可能一般人可能呃分辨不大出来 但是这种呃相对于我们来讲 就感觉呃呃比较大了 对特别是守门员啊 对这个感觉可能就更明显 没错 必须得打起精神来了 现在已经拎了 来看看没有越位 继续继续走 哎 这个球应该不会有这么快吹 可能得死球啊 对 还是越位了 对 那现在的那个越位就是要等到啊 再等一等 才对对对 才吹 这球确实是应该是越位了 但是刚才吹卡尔德克那个那个是不对的 好 呃 发现了 可能有点不大满意了 确实啊 其实您看那个 这个开场到现在 深圳队的拼抢都在点上 但是广州城 的那个拼抢就不在点上 总感觉慢一步的那个样子 对 是吧 拿球也好 那个抢球也好 都是感觉慢一拍 这是什么问题呢 训练问题 呃 这个应该不是训练问题 还是状态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这种球能打一打 看状态能不能回来一点 对 米浩伦 是鲁能清训的球员 好 高林 把他锁 大力干吉 好 现在这个比分在手 那深圳队就会比较从容了 对 而信心也会上来 高林又传进去 这点差了一点点啊 呃 多亏了胡瑞宝啊 这个防守还是到位了 这个球其实 高林应该说传得不错 嗯 但是 对方的前 前锋啊 在两个对方两个后卫 包夹之下 想拿这个点是非常难的 嗯 韩佳琪 在葡萄牙的时候 他是小鲁鲁超的球队阿维斯的预备队 他预备队已经打上主力了 对 这名球员在这两年 这两个赛季里边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关注 嗯 他的那个 啊 比赛的一个气质啊 表现啊 嗯 令人眼前一亮 对 这是北京的朗越俱乐部培养出来的球员 嗯 他应该在国安啊 对 他后来进入到全运会 对 或者我说他应该留在国安啊 是啊 哈哈哈 结果广东的杨智过来了是吧 哈哈哈哈 不过杨智过来那会儿 广东确实没球队了 嗯 对 正好他那支球队 哎 这是王迪跑到场边警告了一下小克鲁与夫 应该说国安给杨智的一个机会 展示一个给杨智的一个平台 对 在门将这个位置上 杨智应该说是在北京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看看韩佳琪啊 能不能那个在广州这个平台代表北京人火一把 哈哈哈哈 倒过来复制一下啊 复制神迹 来看这个啊 差一点没领过去叶储柜 巴卡索 开始加纳了 来看这个呆储柜 啊 真的今天真是踢的顺呢 嗯 就是差差他们一点 对啊 大范围的转移短船的渗透啊 告临这个经验确实是 哈哈哈哈 他可能啊35岁你现在让他全场保持高强度可能有点困难了 但是这个经验这个东西 也太重要了 你看 就是 就像打篮球一样 你投篮防不住吧 篮板也防不住 嗯 哈哈哈哈 总感觉 差那么一口气 好 这下断球 你看又回去 你看是吧 对啊 嗯 投篮你防不住吧 你篮板也防不住 这也没办法了 是吧 这下黄正宇顶到了一张黄牌 很别扭 现在目前广州城确实贴的贴的很别扭 对 总差那么点 哎呦 这一下啊 确实是踢到了叶里江 这张黄牌是 这个莽撞的动作啊 揉莽行为 对 你看到从球员的那个衣服上 你就能看到广州的那个气压和湿度 对啊 尽管气温不高 真的并不高 但是呃 气压和湿度会比较大 所以出汗会会 也厉害 其实这个天气对于 虽说不是那么热 但是对于体能的消耗也可能挺大 比赛来到二十分钟 场上比分二比零 这是深圳队领先 进球的分别是高林和李源一 基里尔梅在分头边上给唐淼 唐淼看看兜起来 船到六马线上 嗯 太靠近门将了 被张璐直接抓下来 金特罗 哦 金特罗的视野非常开阔 这个球要表扬一下黄振宇了 基里尔梅 两个这个左脚的南北外员 你看 你看真的就是差那么点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啊今天那个深圳队的那个整体布置啊是有备而来啊 对 好了 这一下 哦 哦 这个金特罗自己带出内切之后 左脚打门打得稍高了一点但是 还是 还是有威胁 来自哥伦比亚的外员 好 那么 其实今天就是呃 深圳队说他有备而来 就是他们在丢球的一刹那啊 马上对球进行实施的压迫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所以广州城队根本没有办法和能力去组织一些呃快速的转换攻防转换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踢出一个像样的一个一个呃 所谓的快速反击快速进攻 因为打阵击进攻了嘛 那个广州城队不是他的强项目前来讲 不明是落后的时候对手如果收回去啊 你这球就很难踢了 呃感觉两只球队对这场比赛 在准备方面啊 就精神上的重视度好像是不一样的 就深圳队真是压力很大 绝不能再输再输出现连败这个队在中超现在是 呃投入最多的球 没错啊如果战绩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全队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们是背水一战的感觉 那广州城呢前面成绩挺好三场不败啊 两胜一平还排七分榜第一 那稍稍有点飘飘然了 哈哈哈哈 那其实就是看一会看家的本领出不来 那你就很难了 因为您没有更太更多的手段去 呃获取得分机会的话 对 那一旦这招被人看死了 那那你就会陷入困境 你看那个深圳队他的防守的对他的压力哈 基本上呃都已经超过那个对方的那个东圈湖了 对深圳这个433啊他防守的时候不退 对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你想组织快速进攻的话 会有是比较困难 对 那么现在广州城的问题就是 如果深圳队一直高位防守不退 那么也就是说他后方线身后 其实还是有空档可以利用的 能不能打打船 但是你既然在中场斗不过他 那你就球就到不了前程 嗯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那个小克罗伊夫是真的对 呃这场球是有所准备比较充分嘛 对 包括刚才那个球员的大范围转移 也是看出了那个广州城队的防守压迫的时候 会聚到一边 所以这大范围转移 对 非常成功 过来了 到了防守里面 为什么这条线上没有人啊 这个球太棒了 哎 好 又给一张 谁啊 唐淼 对 这一下是唐淼 这可能也是好玩动作 能给高林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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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正常防守 嗯 当然了 可能 王迪的尺度一向都是比较严厉的 对 嗯 顺便现在转移球啊 确实踢的比较多啊 这种斜向的转移向对于差别宽度的利用很好 而且东西要就是他能马上就能那个摆脱你那个局部的一个压迫 对而且立刻找到你的防守弱侧啊 那么就可以形成有效的威胁 对不起 好的 对不起 可不可以做些温度 哎呦很流畅 好好看看怎么样 嗯 你看他马上就对那个 广州城立刻压迫 对 所以你想你想打快速快速转换 没戏 所以这个需要广州城呢 要把在后场啊 加快传球的节奏 没错 倒出来 这个对技术要求非常高 但是之前的那个传接球 主要是通过离提枪的 好没事 没问题 没问题 正常的 对王迪推进比赛是要看看斯文森是不是受伤了 那个斯文森是让那个 大老黑给 占着一个便宜 对 马卡索跳起来啊 范加斯特肯定 就是按道理 这球斯文森应该跟着一块跳 对 就就就不会吃这边 但他那时候过于都定了 想想把这个球直接拿下来 但没想到身后会给来这么一下 所以范加斯特的球队现在 能踢的更有侵略性才行啊 现在场上这些局面 而且你 就目前场上这个态势 你看不到他拿回比赛的这个态势 最麻烦的是就广州城对目前来讲 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后手 几点没 S87的外园 如果下半场广州城队把阵型提上去的话 但这时候我觉得阿基姆龙的作用就起了 对 但目前为止 面对这种深度防守的球队 阿基姆龙的作用啊 其实不是特别明显 连路一对一 直接打门 这球 这球其实是没打上力量啊 尽管陈昭有一个反弹的射门 但是这个球还是被张璐牢牢地给打 卡尔德克 卡尔德克 高林 尼昊伦 中间李源一过渡 入户卫视叶利江 走一下 又转过来 前面没有快速穿插的队员 他得到作用 得不到最大的发挥 李源一 戴伟俊 就是你可以看到当广州城拿球的时候 深圳队给到的那个压迫的力度 跟广州城对对手的压迫力度完全吗 对 不同啊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产生比分是广州城落后 李提香 只要李提香那个球不能往前走 这个球永远就输不去 对 你看都是都是只能往后船 对 是吧 所有人都得背着身 这就很麻烦了 转不过身来 好了 电路有空间 看能不能带起来 常飞亚 今天看常飞亚的比赛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哦 愿意吗 为什么说他有提高呢 其实是有一个心态上的变化 就其实他的能力 一直是非常强的一个队员 但是由于之前他可能没有清楚的认识 要自身的实力 对 信心上不足 所以拿球总不敢使用他最优秀的那一方面 比如说他的速度 他的控球能力其实都非常优秀 但是以前 一直被批出来 对 以前一直他没敢用 但今年你会看到他踢的已经相当从容 是吧 很多时候该突破突破 该分球分球 该护球护球 这是以前看不到 对 所以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说 有的时候他能不能在正式比赛里打出自己的特点 就是在于一个一层窗户之 没错 这个可能就是心理上 有的球员可能一辈子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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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呀 我成为呀 这个也不算早了啊 已经28岁了 对啊 中国普遍的球员场输的都会比较晚 嗯 嗯 过不去 从这个跑动距离和空球率方面 我觉得深圳队可能 现在都要比较明显的战位 非常大的优势 你看那个每次深圳队的控球都起码能有 呃 七到八角以上的 对 你看这种大面积的转移 广州队很吃力 你看一转转移到这边的话 他又得 他又得重新整个队形再移动过来 对 西列二梅 李提香 这边唐淼 唐淼 这个是黄振宇 别犯规了 有张黄牌了 对 黄振宇这个位置上有张黄牌啊 他可能真是这种身体好 你看又形成一个控球的一个态势 你要2米0落后 还让对方这么控球的话 你什么时候再打过来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看刚才在右路的那角转移球 横穿整个场地 现在这个啊 现在这个啊 哦 第一点又来 又来 又来 还有 你看 我没有点球 篮板球也没有 呵呵呵 哦 带琳·卡尔德克 投球接力 带琳 呃 高琳一船一舍 一船一舍 帮助卡尔德克 打进一球 场上比分3比0 真的今天 没有任何办法啊 好 看现场今天晚上还人不少啊 是啊 这类似的 好不容易回到主场 对啊 这70%上过绿了 你看你看 这这篮板球你看 呵呵呵 就像这种刚才有一个更长距离的 风传球 对 穿越了整个球场 对对 就这么长的 这个球的运行时间 广州队的球员都没有能够及时的去干扰这个球员借球 我觉得这个这里边肯定是 这一出汉加琪没能办 这是卡尔德克本赛季的第二立进球 看看下半场 范加斯特有没有 变队的一个余地吗 一个空间吗 可以 因为照这么打下去 你是不可能反过来比赛的 对啊 必须得变化 哦 要给牌呢 哈哈哈哈 李提昌给点毛了 嗯 这这怎么能剃成这样 李提昌 有的时候球员在场上会生气的啊 李提昌今年 已经算啊 很不错了 前两次都有红牌啊 对 他的情绪控制在过往里面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的今年 对 其实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嗯 所以这也是他在前两次的 他那个越踢越好的一个一个原因 对 就是你学会控制情绪 叶丽江在他这个位置上啊 确实表现得很勇猛啊 正好趁着这个补水时间 小科鲁玉夫对高林也继续耳提面命 就是裁判都已经是汗流加倍 就这个天气 嗯 可能也确实对双方会有点影响 嗯 真正今天踢的真是积极 对 其实说到天气 如果这些天气 呃 在过往 广东的那个天文气候里边 可能会更湿更潮更热 嗯 今年算不错了 哦 所以到了七八月份 对球员更是一个考验 七八月份 别说踢球了 哈哈哈哈 外站着 这衣服都湿透了 哈哈 哈哈 哈 走 我 blue场 后手还真是不太多 对 嗯 因为他确实他的版子深度啊 呃 在今年来讲 服饰特别够 尽管进了一些球员 但是 真正能够 拍上用场 也就是 这么134个人 雷纳丽尼德走了 托西奇走了 阿德里安走了 卢林也走了 对 当然 卢林 林在前两个赛季已经属于边缘 对 他一个赛季能首发的次数很少 他只能起到一个后发 在比赛结束前20分钟 然后上去注一下攻 我觉得这是他的特点 两人都没碰到 汤淼还是在球线上把球捞回来 斯文森们今天在中场也没有怎么来看 福瑞宝 犯规没什么必要 赶索团球员有点着急了 有点着急了 应该是 卡尔德克又被算起了一下 拉力干击 先看啊 这个动作就有点毛了 其实这球吃亏的我觉得卡尔德克还没胡瑞宝大呢 胡瑞宝其实用鼻子卡他的后脑勺 对啊 可能 胡瑞宝把这下忍忍得巨大的酸痛啊 没办法 谁让球队输着球呢 而且今天整个球队都对不上点 前几场打得那么顺风顺水啊 就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挺好 我觉得深圳队今天的这个采取的这种战术战略的好 我们就觉得 几点没 哎呀 非常的积极啊 非常地积极 哦好球啊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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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就在手的漂亮 亚卡尔德克又没踢到 好漂亮 这球应该是谁 夜守归咎的吗 哇 这球就得太漂亮了啊 当然 其实射门也是非常冷静 船的也非常好 啊 又来了 什么情况 江基红吗 刚才 这一波攻防打得非常有质量 也有故事 对江基红没说 啊 没说 对对对江基红在门线前 这球绝对没进啊 漂亮 这球射的也真是有想法 这个左脚啊 哦 这个球啊 啊 看看能不能逃过一截啊 嗯 如果要 要4比0的话 这场比赛 我觉得就结束了 对对 好看来有多机会 但是说 现在广州 广州城队还保留着一丝机会啊 起码还有下半场 嗯 如果这个要打配打四个的话 就就就该化了 对 老球 有 吉利尔梅啊 用身体撞了一下 本来想拿到球权 没有 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点也对 身体也对不上 对 关键的碰到的还是瓦卡索 传球 传球 传球没有 整体比想 整体比想没有 身体身体没有 对 一下子 怎么了 确实太困难了 太难了 因为你第一轮打广州得比的时候 对上广州队 当时我觉得 是 那气势和今天完全不一样 对啊 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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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那口气 接下来是 胜了青岛 重庆胜了青岛 两年胜 好 其实我们之前说 第一场比赛 其实两家都不开心 一家本来说要赢了 结果平了 一家本来说要赢的 结果平了 都觉得自己丢了两分 你看 今天深圳队的那个 中场的那个 那个传统球太棒了 对方一点对不上 可是现在3比0也提出自信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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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向前 向前 哎呀 这球就是上不去 你看叶楚贵回来 现在李提香顶在前面 正左边上 有一波 看 长飞啊 哦好球啊 这一招射门打得真是漂亮 但是如果能 把角度再兜开一点就更好 当然在那个角度已经都 都都不开了 哎 好球 唐贵亚也是有这个能力的啊 应该多一点这样的表现 四分三 几点没 这种传球没什么太多意义啊 不走 就不 向前 光在那 横着横着横着有什么用 又拉不开 基本没用 还失误了啊 啊 喝凉水都塞压味啊 这没法说了这个 哈哈 这种球按说 今天还是没这个能力啊 不应该啊 好球 那让信心受打击 我觉得 是很大一个原因 嗯 你看把阵型提上来了 就得有压迫 有有有有动作 没有犯规了 好吗 严格一点的话 哦 终给了 这个是应该得 这种手上的动作 而且是故意对着 身体去的 而不是充斥 黄牌 照这么踢 这比分搬不搬回来 先不说 这个 别再别再被罚下人啊 嗯 像面对卡尔德克这种 大中锋的话 你第一点 你要不比他快 打死他的话 那只要他一把你一抱住了 对 你一点机会没有 上半场上阵五十是一分钟的时间 啊 又来 越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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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球 还在继续发展 又来 哦 角度太小 所以没有能够打正球门的范围 卡尔德克刚才内部切入啊 想看 今天的深圳队 没有越为 没有越为 最后 好像完全换了一个队一样 嗯 和前几场有非常大的区别啊 他把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啊都利用的很好 对 而且就是 他的踢法相当具有侵略性 对对 这只有这么踢才能赢比赛 好 一分钟的捕持 王迪推向了上半时的结束哨 这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客场作战的深圳队 反而是3比0领先广州城 三个进球分别来自高林 李源一和卡尔德克 高林更是一船一舍啊 有进球有助攻